这是蔡徐坤睡着了也要看的动漫 平平无奇的画风和故事下 却隐藏了人性最原始的温暖 但就是这么一部不起眼的动漫 却能让百万网友为之流泪 有人看完哭了不下十遍 有人说堪称致意界的天花板 小鹅被拴在树上 钟声一响 鹅群都去抢着吃饭了 主人喂食的方式让他很势不屑 他对主人也很抵触 主人不屑地丢了一把食物 小鹅顿时对他骂骂咧咧 看着食物他伤心低下头 想起他还小的时候 他的主人是个小女孩 但女孩身体老是生病 有时还会咳出血来 女孩依然有爱的给他喂食 也许这就是他讨厌现在主人的原因吧 他很伤心 讨厌这里更讨厌现在的一切 愿外男孩投食的方式更是反感 厌恶地看着这一切又无能为力 这时他看到一辆校车停下 再次想起而食的小女孩 他渴望去上学 但因身体的特殊一直困在家中 女孩十分羡慕弟弟的红领巾 于是他起身走向衣柜 拿出那尘封多年的红领巾 下一秒给他最好伙伴小鹅 系上了红领巾 这颗小鹅是开心幸福的 可现实还是孤零零被拴在树上 仰望着美丽的夜空 他忧伤地低下头 慢慢的小鹅进入梦中 梦里小鹅是幸福的 他依偎在女孩身边 望着女孩 这颗要是能停止该多好啊 小鹅撒娇抱他 蹭他凝视他 惊他小鹅爱极了女孩 忽然一天女孩倒在地上 小鹅很是紧张害怕 不知道女孩发生了什么 小鹅很是慌张 小鹅努力试图唤醒他 无阻地挥舞着翅膀 就这样女孩消失在小鹅的世界里 眼中充满崩溃与失望 这一刻他知道女孩不会再回来 慢慢的他的世界变暗 小鹅被一双大手拎起 被无情地丢在一旁 梦醒的小鹅害怕地哭泣 这时外面又传来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校车来接女孩弟弟 一瞬间他好像看到了女孩 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个本该属于他 可又得不到的奢望 小鹅不由地向前走 但他被绳子伸在树上 小鹅回想和女孩往事 一起温馨地拥抱 他们一起开心地读书 看着离去的校车 小鹅决定要去找女孩 他拼命向前走 想要挣脱束缚的枷锁 一声悲鸣的叫声 像是感动了神明 奇迹发生了 绳子化成无数的蝴蝶 小鹅来到了奇怪的空间 四周一片漆黑 前方一道微弱光线 小鹅慢慢走了进去 看到了久别的女孩 她来到了女孩的世界 终于找到了女孩 女孩戴上了红领巾 这一刻小鹅无比的开心幸福 就这样一直陪着女孩 与其自己孤零零的世间受苦 或许小鹅更愿意去陪女孩 小鹅渴望自由 一根绳子拽住她和女孩 无法抵达女孩的世界 小鹅与周围的鹅群格格不入 好悲伤 最后思念撕破了一切 她死了 但她也自由了 好了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短片能否引起一个共鸣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哦